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當可爽 相當開心 努力很久 很High 很爽 服裝輸別人而已 都現在很開心 心情 不可思議 我們進來之前 老師還跟我們說 如果進來發現沒有名次 不要XX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陪我們度過的這些 對 陪我們度過的這些 漫長的時間 以為要結束了 結果還是繼續的東西 我原本以為我們說東西 就可以回家了 謝謝老師 就是每天陪我們 都留到那麼晚 然後一直很支持著我們 然後都沒有放棄我們 好 很好 很開心啊 因為我們就是努力了 算是兩個學期吧 然後終於有這樣的成果 然後剛才有同學哭了 就是看到 就是我們辛苦這麼久的成果 可以有個名次 對 覺得辛苦有回報這樣 我覺得我的留校沒有白費 我覺得我的努力非常的值得 我覺得我們的努力非常的值得 就是對自己的專題有信心吧 對自己專題有信心的話 大家都會對你有信心 有努力就會成功 真的 真的 先生方 皆さん忽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位取得了 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先看到了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兩位指導老師 以及幫助我們的其他位老師 還有我們的同學們 以及鼓勵著我們的家人們 然後也非常的開心 我們這次終於得了第一名 我們的建議就是 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要刻苦耐勞 然後就是遇到挫折不要放棄 然後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要試圖去突破它 只要堅持 只要堅信自己可以 那就一定可以 不好意思 非常的開心 然後很激動 看到自己得獎的時候 說不出了感動 因為已經努力很久 然後有得獎 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也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在這個專題 除了感謝我們指導老師外 還有我們專題的 許忠煥老師 以及我們一頁結盟的 郭湖農莊的洪老闆 因為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才有今天 就是這麼一樣 這麼 東西出來 什麼建議嗎 什麼建議嗎 東西盡量不要用捲軸 不然會很麻煩 就是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布置是有捲軸 看板是用捲軸 然後 用捲軸有多難掛 所以我們建議選定 不要用捲軸 應該要試著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一個團隊 如果沒有溝通的話 然後 就是意見不同的時候 應該要站在對方的角度 去做思考 對 給他們建議嘛 不要緊張 那個社會 很自然就會練得很順 醫生老師人都很好 沒有很可怕 其實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影片觀看樣不夠 然後我們 校長其實很方文 他特地聯絡那個 大城鄉鄉長 然後請他們 鄉公所做課程 然後每一個 老師也都是 在課堂上 請同學幫我們 充捲熱力 所有人 經濟過來的大捷隊 還有在海外 兩位還沒回來的 隊友 對對 有 其實因為我們創意組 要把東西創 其實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有嘗試過非常多次 就是多嘗試啊 不要害怕困難啊 什麼事情都去嘗試啊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結果 不管好壞 感覺好像 努力有的回饋 就是 因為其實比賽前 前一天 我們還要忙到一點半 去整理他 修他的東西 他的錯誤 感覺好像 有那種回饋的感覺 感覺挺不錯的 當下看到就 很想尖叫 然後就 又急又跳 跑過去領獎 對 因為我們的線啊 其實它都是一個 一條條街的 所以它其實會有掉線的問題 所以 其實前幾天也有發生掉線 我們要重新找一次 然後還有一些 比較深度的一些 學習的問題 像是有些 我們有去拜訪一些科大的教授 就是問他們一些關於學習的問題 然後還有 還有我們就是 想辦法從網上找到資源 然後去查詢 可以多多去 拜訪一些科大的教授 他們其實很多知識 可以跟他們學習 然後 如果有問題 也可以來問我們 我們也可以幫助他們 對 很開心 很高興 就很興奮這樣子 感謝我們自己 是我們自己那麼努力 對 後來那個台詞都有改過 所以 就是非常的緊急 但是我們就是 很努力的把它背起來 因為我們在前幾天 才改台詞 對 所以很 就是來不及背的那種 就很高興 就是不要放棄 努力到最後一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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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老師 就是在教學跟 我們在學習美髮的時候 就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才想到 這個息息相贏 就是想要幫助更多人 可以學會美髮這個東西 也讓大家知道 學美髮是很簡單的 很激動 然後又很開心 就是我們做了好久了 然後終於 就是 留這麼晚就是 有努力有回報啊 就是家裡有人在種 然後拿來做為主題的發想 然後延伸這麼多小東西 我們是發揮我們在地的產業 對 所以我們就以我們 我們周遭都很常看到的 竹筍跟竹子 做為我們的主題這樣 覺得一個團隊當中的分工合作 然後互相鼓勵很重要 因為這是一個長時間的戰爭的感覺 如果是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面 沒有繼續堅持下去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對這個沒有熱忱 可能就沒有 進全國賽比賽的機會 所以希望 之後來比賽的學弟妹 都可以就是 互相鼓勵彼此 然後讓大家一起打進全國賽 我們有一個老師啊 他就是 懷孕了 然後還每天幫我們做 指導我們的專題 留到很晚很晚 就是很謝謝他 然後還有我們的科主任 然後練我們的台詞講稿啊 然後 還會就是幫我們買很多 我們沒有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然後跟我們的班導 就是 這一次他原本是不需要來參賽的 謝謝他 就是陪我們來比賽 對我們家有鼓勵 很開心 然後 我們努力沒有白費 就是困難很多 但是想辦法解決 沒辦法解決就找老師討論 我們都把假設時間 拿來練習 然後跟實驗 不要太緊張 品嘗性就好 就很激動 很激動 對很開心 很激動 很激動 對 因為做了很久這個作品 對 然後覺得很容易說可以拿這個比賽的第一名 就很開心這樣 對 趕快就哭出來了 幫一個幫一個 好啦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謝謝 我覺得 就是 學校老師 我們可以講名字嗎 我們可以講名字嗎 因為 都包含就是我們一些 為了要做這些東西 然後請了一對公駕 然後或者是 用到很多學校的資源 所以就是 不是謝謝老師願意這樣支持我們 然後 就是也很謝謝自己的隊友 就是願意互相討一門 就是 就是很有吵架啊 可是 最後大家還是會互相輔助的 對 就是我想感謝就是所有願意支持我們 還有幫助我們的老師 就是 所有很多鼓勵的的話 直到剛才也是 我們直到老師也是 告訴我們 假裝如果沒有革命也是 不要緊張 就是已經我們一定是很棒的 一定是最棒的 所以我想感謝那些 願意支持我們 然後一路陪伴到我們的 一路陪伴到這裡的老師 對 這一路上幫忙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因為其實沒有他們 我們不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 還有包含我們當天 比賽的衣服都是跟他們借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他們 沒有今天我們這些作品 建議我覺得就是 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對啊 因為我們這些作品是 包含連寒假 我們寒假只差沒有住在學校而已 幾乎已經快每個禮拜 至少三天以上都去學校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後把作品認真做好 對 我覺得建議嘛 就是 就是 一樣啦 就是把自己想做 就是 全力的把它放到最大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包括這個 這個作品的熱情是有的 就是我覺得保持熱情 跟初衷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希望學弟妹 如果後來要參加這個比賽的話 就是拿出自己的真心 然後還有努力去完成這些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 我們這一組 因為我們是創意組 然後一開始其實我是 會很擔心說自己的能力 是不是跟不上別人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很好的隊 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然後 有一顆熱情的心 就是 就算你的能力不好 但是你還是有辦法 就是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對 就是我們現在的心情 就是非常的雀躍 因為我們 原本想說 有人看起來比我們厲害很多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應該就只是前三名 但是我們不知道會第幾名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的心情就是非常的激動 然後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才好 我們那個 進來參賽的時候 因為那個尺寸的問題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有點緊張 會那個 過不了那個審查 然後最後就是 在最後一個 然後我們把它 就是成功那個符合規範 所以 就還蠻高興的 然後蠻緊張的 蠻開心的 因為努力蠻久的 然後就可以拿第一名這樣 所以蠻開心的 那天來的時候才發現說 尺寸太大 所以我們就 蠻緊張 原本想要放棄 想把它簽下去 結果 結果 後來就有工具上來 我們就想說 不然就猜猜看吧 就 能猜多少就猜多少 所以我們就 最後 老師也有給我們時間 給我們機會 讓我們去試 那最後成功了 所以謝謝老師 很謝謝老師這樣 感覺心中的石頭 終於放下了 好感動 就辛苦那麼久 終於得獎 很開心 努力得到回報 我覺得 我覺得每一步都很困難 就 通知討論 還有跟老師討論 跟查文獻 去找出解決辦法 就是感謝老師跟主人 認真 認真 做就會有回報 題目太難 不要緊張 一定會得免 勇敢去做 不要害怕 真的 良心 真的 不一定會疼 本人